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Citya新瑞 今天是星期二 算是有条件行管令的第二天 那今天看到了这个 我们的房长呢 他是觉得昨天开始第一天 感觉效率还是不错 大家就是表现得还很不错 但是今天呢 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关于这一个有条件行管令 到底个别周术 是要跟还是不跟 到底应不应该跟呢 新闻指线 我们现在关注国航啊 2009年来的最低 国航今天三度降息到2% 国防部长就说啊 晚上7点之后是可以出门了 不过违反行管令的话 其实你还是会受罚的 今天增加了30宗创下行管令来的新低 诺西山就说呢 全都是本地感染 那现在看到各个州属是不同调 安华就劝告阿兹敏不要恐吓 应该先写伤的 我们就来看这个正义了 因为我国从昨天开始就进入有条件的行管令嘛 那或者有的人是讲说 这是已经是第五阶段的行管令 大部分的经济领域都已经开放 管制呢也是被放宽了 只不过中央政府的这项决定啊 其实没有得到所有州属的同意 还有很多州属他们都表示不会跟随的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表态就是个别州属有不同的看法 国际贸工部高级部长阿兹敏阿里呢 就促请各个州政府 包括了东马那边的州政府 应该要跟随中央政府 即日起呢重新启动经济活动 否则的话 州政府可能就会面对法律的问责了 他在这个文告中就说呢 反驳有关政府仓促恢复经济活动的这个说法 那他就说到呢 政府在3月18号到4月28号这段期间呢 是已经根据了健康指标展开三个阶段的行管令 他就是说一大五股 我们的这个行管令没有现在开始复工 就持续到6月的话呢 国家的收入预料啊会亏损1460亿令吉 或是我们的这个GDP国内生产总值呢 是会下跌10.3% 那这个呢就会抹去我国过去四年来的这个经济成果 那所以呢各州的这个 他就说了各州的州大臣还有首长呢 4月28号就上个星期的时候 在出席国家安全理事会会议呢 就已经同意 就是昨天开始5月4号开始 在这个有条件行管令之下开放经济领域 并且呢在5月2号 就把这个标准作业程序传达给各个州 他就常叫说如果这些州政府你们拒绝配合中央的话呢 可能就会面临各方 尤其是这些行业参与者采取法律行动 就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对付 就是去提告他们 去告对 那其实看到熟悉宪法的一名律师叫做杨景成 杨景成律师就指出啊 如果个别的商人或是民众 想要针对有条件行管令去提告州政府的话 他有一个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你们应该先向法庭申请司法检讨 然后呢再提出索赔的要求 他表示民众可以向法庭提出对州政府的司法检讨 这个胜算呢是55 就是50%你可能会赢了 一旦审核成功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的证明 去向州政府那边索取赔偿 反之的话 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一个司法审核啊 可能就会 这个程序没有经过就会比较难 索赔成功 他表示啊 州政府其实 发布准则 他觉得是可以的 甚至是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但是就不能够抵触联邦宪法 这是他的看法啦 那与此同时 网络媒体今日自由大马 引述总检察署那边的消息呢 其实也是说了类似的东西 他们那边就说到呢 州政府虽然可以发出本身的一些指南 并且你设置你自己的条例 但是这些条例都不能够跟中央法令有冲突 那根据报导呢 如果州政府不跟随中央政府复工的决定 那可能就会导致他们被企业起诉 并且呢可能会被索赔数十亿令吉的 那虽然刚刚有看到阿兹敏 还有刚刚那一个来自总检察署那边的消息都说啊 州政府如果不跟随中央政府的决定的话呢 可能就会挨告 不过看还有很多名的这个律师就认为说 这种警告其实只是空谈 毕竟中央政府 他们是依法没有权利要求各州重新启动经济活动的 那其中我们先来看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宪法小组的主任邱敬福 他表示根据联邦宪法 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各方面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权限 他认为州政府可以选择不跟随中央的步伐 实行有条件行管令 除了他之外 其实也看到另外一名律师叫做梁信友 他表示啊 这个阿兹敏阿里的警告其实已经过火了 因为根据一族88年传染病防治法令第342条文 这个法令呢 其实并没有赋予中央政府那边可以下令去到各州的经济领域去赋业 反过来呢 其实这个法令只是一个很被动形式的 就允许说 你可以禁止某一些活动 可能说禁止你开业啊 禁止你这样 但是没有办法强迫你 一定要去做 就是他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被动跟你讲 不可以做什么 他没有跟你讲说你一定要做什么 OK 那接着我们来就来看各州现在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宾州首长曹官有 他就坚持不跟随中央政府 他甚至还犯话呢 宾州政府是已经准备对部公堂 那他强调州政府的决定呢 是为了保护槟城子民的健康 就避免说这个新冠肺炎再度的爆发 而另外一个不跟随的州属呢 就是雪州 雪州的行政议员邓章青就说呢 在这个联邦宪法第九章之下的这个州条款第四段呢 已经有清楚的阐明 地方政府呢 是他属于州政府的权限 他就说雪州呢 是在依据中央政府的有条件型管令 而落实这个附加条件复工措施 其中就包括说延缓一些领域的活动 意思是说我还是有根 只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一些条件 那这个呢 是联邦宪法跟地方政府法力赋予的管辖权 并没有抵触中央政府的政策的 他是有形容啊 同步落实这两个 就是说我一面去落实这个有条件的行管令 另一方面一起去在落实这个附加条件 这两者之间不但是没有冲突 反而呢 是应该很和谐的同步进行 就这样子慢慢的去做 才可以保障人民避免感染这个新冠肺炎 那与此同时 其实看到了公正党主席安华 他就认为啊 在落实有条件行管令的这个课题上面 阿斯敏阿里应该要先跟各个州政府去协调好 不是先发出这个恐吓的言论 他表示根据联邦宪法呢 州政府全权负责地方政府的事务 那除了他之外 其实看到了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启祥 他也认为啊 中央政府还有各州政府 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事务上面 有共同的管辖权 因此他觉得政府是不应该实行有条件行管令的 那另一方面呢 之前就有报道说 吉达州那边决定不跟随 落实这个有条件行管令嘛 那现在呢 就看到有悠转的情况哦 吉达州大臣穆克利兹就说呢 吉达州是即日起 全面配合中央执行有条件行管令 但是跟中央那边的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当地的十四依然是禁止堂食的 那他就有启调啊 州政府没有说过要拒绝有条件行管令 就是之前报道的这个说法呢 他是说我们没有说过 只是说当时的说法是暂缓执行 我们不是不要 只是不会马上去执行 反正就是重点就是他讲说 我们不是不要实行 是迟一点才实行 看这线吧 那看到这个玻璃市州 其实也宣布说啊 会跟随中央政府执行 这个有条件行管令 同时呢 也是允许这个餐馆可以堂食的 只不过市集还有夜市小贩 依然不被允许摆当去营业 这个也符合中央那边的一个条例了 那至于吉兰丹州那边 之前他们就讲 今天会开会决定嘛 那今天的决定就是呢 他们会从明天开始 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只不过商家他们的营业时间呢 还是需要依据地方政府的时间限制 但大概看起来 很多州其实他们就是落实之余呢 还有自己的一些附加条件的 就是个别州属不一样的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国今天新增病例 是怎样的情况 因为相当令人鼓舞啊 是这个行管令实行以来 一个最低的一点这样子 看到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其实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新增了30宗 全部呢都是本地感染的 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感染源 其实全部都是本地这一边的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 新冠肺炎的总数呢 确诊病例总数是 6383宗 活跃病例 1710宗 那今天也是新增了 一宗的死亡病例 那累计的死亡人数 106人 而出院的人数方面呢 今天83个人全域出院 累计4567人 是占了 百分之七十一哦 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我记得我在开始关注这个 康复率是百分之六十四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每一天看到它在增加 这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了 所以今天还是有一些 令人开心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现在问的就是 你认为呀 中央还有各州呢 是不是应该实行 一致有条件的这一个行管令措施 是不是应该一致的呢 今天就给出很直接的两个选项了 一个就觉得说 中央应该要跟各州一致 这样子才不会混乱 如果你是觉得是应该这样子的话 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各州的情况都不一样啊 应该要有自主权来决定可以点选 哇 接着来看一下我们 国家实施的这个 有条件行管令的情况是怎样的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曼沙比里就讲啊 原本以为呢 大家就会留在家里 这么长时间之后 或是感觉到很混淆啊 很不适应啊 但是经过他一天的观察 他认为呀 我国人民已经开始适应了 这个新的常态 因为很多人在进入商场的时候啊 承担公共交通 还有外出的时候 都很自发性的戴上口罩 还有呢 有一直在使用吸收液的 而且不只是民众啊 许多业职也都是有遵照这个SOP 包括说在进入店面之前 为顾客量体温啊 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我昨天自己去添购食材的时候 也是有发现到的 多数的这个业者都有遵循 那伊斯曼沙比里就强调 自律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这样子才可以 真的控制到这个疫情蔓延 那他也证实呢 在这个有条件行管令开跑之后啊 政府之前不是有规定吗 晚上十点之后 大家不可以再出门 这个门禁呢 其实已经解除了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晚上十点之后 也是可以自由活动 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觉得现在这个期间 最好还是没事的话 就尽量不要外出吧 就除非逼不得已的情况 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是放宽了 我们需要自己去自律 没错 那今天其实伊斯曼沙比里 还有针对另外一个课题 回应的 就是针对政府之前下令 所有领域的外劳呢 都必须强制进行新冠肺炎的检测 那伊斯曼沙比里今天就促请 就是雇主呢 要去理解 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的 他又说明啊 尽管政府是要求 雇主要去承担这个检测的费用 但其实呢 国内有超过60%的外劳 他们都有这个 索索的保障 所以呢 如果是有索索保障的话 就其实不会针对这个雇主有太大的负担 只有那一些没有这个涉嫌去保障的话 可能就是要雇主自己出了 那外劳强制检测的这个措施呢 会从雪州还有吉隆坡 这里就是雪隆地区的工地建筑工人开始进行 伊斯曼沙比里强调 一旦任何外劳被诊断出 其实是确诊的话呢 这个工作场所就会被勒令暂时关闭的 那针对这个雇主要 就是自行负担这个检测费用的部分呢 其实人力资源部长 沙拉瓦南那边也有补充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帮你的外劳 投保跟佼佼涉嫌的话 你就必须要自行承担 所以呢 他是建议雇主都为 他们所聘请的外劳去注册涉嫌的 那另外有一些雇主组织 早前就有投诉说 他们带了外劳去检测 可是发现多数的诊所 都没有这个快速检测的试剂盒 那对此呢 沙拉瓦南就回应 有一些诊所已经慢慢开始收到货源 那其他的可能就要再稍微等一等了 我们再回到来今天 伊斯麦沙比里的记者会内容啊 他还有说到啊 尽管在执行有条件型管令之后 军警其实已经不再设置了路障 但依然禁止民众跨州行动 所以呢 暂时只是只允许州内 在县市之间会活动 但是你不能够出你的这个州之外 那警方也成立了这个监督行动特工队啊 在全国去监控 看看人民是不是真的有遵守LOP 包括说你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啊 然后你要戴上口罩等等 他同时也提醒民众 尽管政府允许有条件的行动 但是民众还是必须要遵守行管令 不然依然是会被对付的啊 我们这个行管令其实还是在生效的 那初犯的话呢 先警告你 再犯的话就再警告你 如果你真的是还是继续的 灵完不灵的话呢 就会被罚款1000令吉 或是坐牢6个月 或是两者兼施 算是给了你很多机会了 对 而且我们也提醒了你很多次了 先劝告 然后凶一点再警告才罚你了 真的那如果说违反这个行管令 之前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 有很多的case 不管你是平民也好 你是官员也好 一样是会被对付 现在包括VIP也是不例外的啊 巫通主席阿莫扎西的女儿 努鲁西达雅呢 之前就跟她的丈夫 在行管令期间一起出门 拜会其他的部长嘛 然后就引起了非议 那两人今天早上就上庭面控 然后两人都是认罪的 各被判罚款800令吉 当然因为VIP上庭嘛 那媒体都今天都想要上庭那边去看看一下 去采访一下 可是一直没有看到努鲁西达雅跟她的丈夫 那根据了解这两人呢 是从特别通道进去法庭的 所以那VIP还是走VIP的通道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一个国家银行啊 今天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把隔夜政策利率OPR进一步下调50个基点 去到2% 这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啊 那根据了解呢 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 国行其实已经连续三次出手降息了 之前两次呢 是个别把这个利率调低25个基点 而这一次是直接一口气啊 下了50个基点 那虽然如此 这已经是市场的遇到当中的事情 那在这之前呢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相信 因为疲软的经济数据啦 我们2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按年萎缩0.2% 是去年2月 这一整年以来第一次取得负增长 这些呢 都是让国行有更大的这个降息空间 尤其3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 之前降息之后呢 我们的经济没有好转 反而是每况愈下 所以呢 当时他们就已经相信说 国行会再次出手 所以现在果然是已经出手了 那其中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 李伟国他就认为呢 降息其实可以有效的刺激经济 这是因为呢 大马的家庭负债高 就可以从降息当中获益 而且呢 降息是可以进一步压缩 银行业的利息赚幅 那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是认为说 其实之前才 国行才寄出6个月的贷款 宽限7岁 其实这一次降息的意义并不大 好了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 来关注比较轻松一点的事情 在行管令期间 就问大家 你们做最多的一个活动是什么 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啊 吃东西啊 上网啊 看戏啊 有些人做运动啊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购物 但是你知道购物可以让我们 舒缓压力 没错 结果呢 很多人就开始网购了 就导致Porsalaju的包裹 数量暴增啊 以至于快递服务员 每一天都疲于奔命 真的是这四个字 可以很好的形容他们 在递送包裹 给我们这些客户 大马邮政公司旗下的快递服务 Porsalaju就在脸书上面 上载了照片 你看到说那个堆积的包裹 非常的惊人 我们现在新闻线的这个视频 也是有在po出来 我觉得这座山 就差不多已经到这个天花板了 所以几乎是堆满了整个仓库 你知道没有 这张照片是完全是到天花板了 对 那所以这个员工他们也是一直忙着 分类这种包裹啊 希望用最快的速度 可以把包裹送到我们的手上 其实在 我在下订单什么的时候 他那边都一直有写 这个时间你们要expect 那个 因为太大量了 他说就是会delay样子 也希望说大家可以体谅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一张照片 那个员工是眼神死 完全看着然后发呆 OK大家在这段期间呢 尤其是政府实施 有条件新管令之后啊 其实Post Malaysia的那个服务呢 也是进一步在扩大 那陆路交通局是授权 大马邮政公司 现在开始可以为私家车提供 你可以去更新你的驾照啦 还有这个 什么车辆执照的这个服务 那即日期是生效 当然当局那边有说是逐步的开放 因为现在还是要减少这个风险嘛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 也是稍微体谅一下啦 对啊都是一切东西 都是像之前讲的 我们现在 逐步的去实施 Soft landing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 现在部的成绩 你认为中央跟各州政府 落实一致有条件的行管令 应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呢 今天有90%的朋友呢 是投选 哇也就是认为各州情况不一样 所以州政府应该有自主权来决定 只有10%的朋友呢 觉得说中央跟各州必须一致 才不会混乱的 其实这样子也是很一面倒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是怎样 SK蛋就说 各个地区的疫情不一样 那其实各州有权利 做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觉得中央何必放狠话呢 LH问就是说 中央应该要跟各州政府 先开会一起通过 或者是有一样的立场过后才决定 因为这样下去的话 人民是会很担忧的 但是根据阿兹米那边的说法 他是说各州的大城市已经开过会了 这样子 所以里面的情况发生怎样 毕竟我们没在那个group里面 所以我也不懂了 那看到呢 Anna Tom就说 如果疫情一致就无所谓 但实际上其实 红绿区有差别 不同的地方是有不同的 那个疫情的情况 所以他觉得 还是应该要看不同的情况的 Jeremy也是觉得 应该要看各别州属的疫情来决定 但是他呢 其实比较针对这个开放堂食的部分 因为他说真的是很难 很难去监控 尤其是看到说有一些人 po了一些网民嘛 他们会po了一些照片 说开放之后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社交距离这件事情 好像蛮难去维持 就如果你想 在一个桌子里面 之前手下有说 大概两三个人还是允许的话 其实应该挺难保持 那个社交距离吧 我其实看到业者们都是 现在都很努力的 要遵从这个SOP的部分 老师啊 以我的情况 就是我弟约 他是经营这一个餐饮业的嘛 在鸡打舟 所以他一开始发现到 就是鸡打舟 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在 就不能够堂食 他其实送了一口气 因为上家自己要做的很多准备啊 包括说你要提供的一些设备 什么都不一样 其实都是一个大的挑战 而且他们其实也挺担心的 好吧 再这样一个深呼吸叹气 因为这些期间 大家真的是都不容易 尤其是你看我业者 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又很混乱的情况之下 又更不容易了 我们应该一起加油了 就是再挺过去吧 我是湘君 我是心甲心锐 我们明天继续聊 我们明天继续聊